問題是在9月3號 我們上網去看這家公司 大旗有限的代表人 還是林子晴 請問一個完全沒有股份的人 可以代表這家公司嗎 所以他們在說謊 他們在硬拗 這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林子晴在選第一任的市議員的時候 幫他寫證件的文宣的人員 問他說好我們現在要寫 你是一個怎樣的人 你的想法你的理念是什麼 要寫證件要寫在看板上面 他就寫民進黨最喜歡寫的 就是情政清廉愛鄉土 這個是我們民進黨當時 或到現在的一貫的想法跟理念 但是林子晴說不可以寫清廉 他說不能寫清廉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們看他的看板 說他的文宣 絕對找不到清廉兩個字 然後我在想到最近 蔡市長在告訴我們他過去 怎麼樣把這麼辛苦的廢墟 這麼辛苦的把廢墟要變成建設的時候 就是在他1997到2001的各項的 對新竹的建設把廢墟變成亮點的時候 市長告訴我說乾淨就能做事 乾淨才能做事 這樣對比之下 我們就知道我們應該 我們應該要選給誰 南外時代也好 民進黨時代也好 從來沒有提名過 一位建商身分的人 來參選地方首長 所以這次呢 整個提名的黑箱瑕疵以外呢 這個歷史 破這個歷史紀錄 我想這是一個很嚴重 而且歷史一定記上一筆的事情 我們從各種證據呢 林志堅先生呢 他建商的身分是逃不掉的 他的一些財產紀錄 他的投資公會監視的身分 他的購物的疑點 所有直接間接的證據 他建商身分是逃不掉的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譴責 怎麼會提名一個這樣建商身分的人 來參選新竹市的市長 而且號稱是世代接班的地方 這個實在太荒謬 太不可思議 這個整個違反了 褻瀆了從黨外時代到民進黨時代的 這個基本的疑命的論理 那等一下 我們是好像有一天要 要向大家提示這個相關的證據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看 這些資料 並不是什麼偷偷拍的 這就是公布在網路上的一個公開的資訊 好 這就是去那個大齊公司 我們要去依照他的地址去找 這個是大樓的房子 大樓法理員說的 下面一個 就是這個 大樓法理員說的 下面一個 就是在工商登記上面 他是十四樓之二 跟十四樓之一 其實是在同一棟大樓 世貿對面那邊 是十四樓之一 二棟有限公司 一六樓 四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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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四樓之一 三樓之一 張米熊先生天下雜誌把他奉為都庚教父 說業界的人只要聽到張米熊來 張米熊來標這個案子大家就退了 因為他一定標得到 這我合理的聯想在新竹 現在目前有六七十件的都庚案 在敘事待發在等 那麼這樣子的情形 是加速把新竹都庚嗎 加速新竹都庚嗎 加速把新竹 而且我看他自己沒有辦法 就是跟著許民財許市長吧 因為這是許市長在努力的不是嗎 可以幫我查那個登記嗎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巧陽建設跟大祈的登記 就是在工商登記上面 我們也看過他之前寫的是3300萬 所以林子晴是代表人3300萬的資產 林子晴有100萬的投資 所以他當了代表人 可是他說這是我自己的投資 跟我哥哥完全沒有關係 既然跟你哥哥沒有關係 為什麼在新竹的建商工會 你哥哥當監事的那個監事的後面 括號就是括號就是直接寫大祈建設 這個大祈跟林子晴的大祈不一樣嗎 那如果沒有關係 為什麼你可以當代表呢 你用這個你借牌嗎 這又讓我想到苗栗 苗栗的縣長劉政宏跟他弟弟劉政池 所以苗栗有劉政宏劉政池 我們新竹現在是要有林智堅跟林子晴兄弟黨嗎 是這樣子嗎 太過分 好大家看這是大祈有限公司 這是經濟部商業司的公司的資料 現在他已經 那這個是9月3號才變更的 9月3號變更他已經減資了 變成1980萬 可是代表人 代表人還是林子晴 他不是試股了嗎 他不是已經說他已經把股份都賣給別人了嗎 他沒有股份了他怎麼還可以當代表人 董事林子晴 可是這我們沒有辦法查其他的 因為他只是有限公司 他不是有限股份有限公司 他也不是股票上市公司 所以我們不知道 但是董事林子晴第0001號 這個是這個是經濟部的資料 然後請給我們看 新竹市建商投資業公會商業會的畫面 到也是9月了 我們在上網的時候 林子晴還是監視 我們看到監視 林子晴大旗建設有限公司 大旗建設有限公司 他不是說跟他沒關係嗎 那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個不是我們捏造的 這也不是去秘密調查的 這個是網頁 就是他們新竹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的 李堅市的名錄 明明白白的寫了 監視林智監大旗建設有限公司 這是誰 這個大旗 他也承認了 是他弟弟 投資的一個公司 他們說他們沒有關係 假設 是真的沒有關係 他就是隨便亂借牌 因為要這樣子 所以要成就他自己作為一個建商的身份 他可以辭掉建商公會的監視 他辭不掉他是建商的身份 他辭不掉 所以請他不要再凹了 不然我們新竹就多了一個超人 叫做硬凹超人 再把他的襯衫撕開吧 裡面就是硬凹超人 建商林智監 就是這樣 這是逃不掉的 現在他辭掉了 所以現在我們在這個 新竹市建築開發商同業公會的 李堅市裡面沒有林智監了 沒有了 他辭掉了 但是他辭不掉 他是建商的身份 因為到現在9月3號最後的登記 大旗有限的代表人 還是林子晴 他從3300萬的資本 變成的是1980萬的資本 誰的資本弄掉了 還有誰 你的李董監事裡面還有誰 你有沒有漏報 當然林子晴不需要告訴我們他的財產 不需要 但是作為林智監你作為一個候選人 你作為民進黨世代交替的第一棒 世代交幫 世代接班的第一棒的市長候選人 我們有權利去質疑 我們有權利要求你講清楚說明白 你是建商 你要選市長 你告訴我為什麼 你想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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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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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